網路話題來看到有人在網路上PO出了這一段 記錄轎車在國道狂飆過程 時速最高標迫了260公里非常誇張 而發布者竟然是民進黨籍的議員 何輝能的助理陳春日 危險行為引發了批評聲浪 不過當事人出面澄清 說他是看到了朋友傳來的影片才會轉發 他自己沒有做出違規情勢 一台轎車在高速公路上狂飆 儀表版的紅色指針不斷向上增加 時速破了200卻不見減速 危險駕駛過程被發布在網上 讓民眾忍不住PO文通批 文章中詳細寫下影片主角 11號晚上在國道中部路段沿途飆車 時速高達260公里以上 但仔細一看發布影片者不是一般民眾 而是民進黨籍議員何輝能的助理陳春日 這台車子不是我開的 是我有人傳這個訊息給我 讓我知道說有人開到這麼快的速度 我好像是說速度總是不會讓人釋放 面對指控陳春日出面澄清 打開群組訊息表示影片是朋友傳出 自己覺得有話題信才會想要發布 甚至還以車子儀表版不同 這門影片主角不是他 這就是我的車 目前影片來源無從得知 政治不足警方也無法立案 不過比擬高鐵的誇張時速 還是引發批評聲浪 解蘇室委屏東草報道